台灣藝人Lolo被網紅小熊老師指控性騷擾及稱侵 受害者多達30人 案件已經進入司法調查 他昨天被警方帶到台北市副友隊 接受徵訊大約一個小時 之後他以50萬元台幣交補 據多名台灣律師分析 若果指控成立 由於強制性交 罰3年以上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由於是一罪一罰 如果全部成立 以最低合併刑期計算 Lolo恐怕會面臨30年的有期徒刑 至於她交補之後的心情是怎樣 她的經紀人就只一回復 就是交了補 而Lolo的老婆朱海君 回復好友的信息時 都提到自己很震驚